U.D 哈囉 哈囉 我來拿靴子 OK 這個靴子本來有洞喔 所以給他們補一補 多少錢 800塊 哎呀~~ 800塊呀 養靴子不便宜呀 我是男人啦 我有錢 這個就是 小背靴 小背靴 比較特別的是 土耳其石配上太陽化的設計 這是我的經紀人某一個生日送給我的 他說每一個男人跟男藝人都必備靴子 為什麼呢 經紀人 你這樣突然一下 就是要突然一下 我覺得男藝人特別是男生 一定要有三雙靴子 因為你身為一個男藝人 有非常多的場合 你有可能會去主持外景 做錄影 可能會去跑趴 那為什麼要有三雙呢 如果你今天去出一個外景 你的服裝會比較casual 那你穿一雙非常新的靴子 可能會不搭 一黑一卡 那如果你更有錢的話 新舊也有分配喔 哎呀 穿上這個就變了Raka 就比較Man 舊的靴就是一個Man的味道 那個復古啊 會讓女生覺得說 欸 這個男人是有歷史的 如果客人走到這裡面 你就會犯法嗎 多少個客人走到這裡過 幾乎沒有幾乎沒有 我經歷一個 一日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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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有更多厲害的靴子 但是 每一款我都不太了解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靴子 我們店長他個人喜歡那種 Engineer的收藏 就是像那種有扣帶的工程師靴 比較高童一點 如果騎摩托車的喜歡 就是重機的話 他可以順便防燙 就是不會被引擎燙到 他比較高童一點 哦 所以騎重機的男人 都應該要有一雙那個好冷卷 所以如果你是短靴 你騎摩托車 你可能腳被燙到 對對對 容易會被燙到 高童是有原因的 不是fashion 是你的腳不要燙傷 不要泰國tattoo 泰國tattoo 他們腳的小腿 都會被那個 燙傷 所以他有一個印在這兒 它叫泰國tattoo OK泰國tattoo 對 如果你不知道 現在就知道 第二是怎麼樣的店 我跟大家說一下 實窮啊 男人的店 對 男人的店 沒錯 玉皮跟我那一件一樣嗎 形式一樣 然後你那一件是日本 日本就是他們照這個樣子 是負責的 然後形式一樣 會吃飯 還是會對不對 這叫鏡頭的要力 不講話了喝水酒 好 好啦 謝了 謝了 掰掰